爱美的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星云 我是蜜妮 今天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先问问你 你有没有做过下颌脚 没有 哦 那你可能会不知道 大家问的 大家问的 大家问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下颌脚手术做了以后 那我们里面是 不知道是在哪里缝线嘛 这样缝合 缝合以后我们拆线的时候 会不会痛 很痛 听说是很痛的 到底痛不痛 你知不知道 我做过后颜脚下肢 但是拆线呢 有的人说疼 但是我个人是不疼的 就像下颌脚的话呢 它是在口腔里 口腔的话 我做过中指牙 肯定的话 肯定的话 这跟这个拆线是 疼痛是差不多的 中指牙拆线 我并不觉得疼 只是有拉线的感觉 那我觉得你是太不怕痛了 我的后颜脚做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还是拆线的时候 我是觉得有一点痛的 但是可以忍耐忍受的那种程度 但是疼是肯定疼 爱美是不可能不疼 要付出代价 好吧 但是口腔呢 因为咱们都长过口腔溃疡啊 或者说是吃饭的时候 咬不下来一块肉啊 这都有 可能从小都可能有过的事情嘛 口腔它的恢复是非常快的 是的 就是说 你今天可能咬的都破了 流血了 很严重 但是明天就伤口愈合是非常快的 对 所以说疼痛 虽然我们俩都没有做过下合脚 但是我们敢说 会有一点痛 当然你不痛 但是你不是 会有一点痛 但是变美这个是值得的 对不对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 拜拜